好股团,我是团长 最近呢,A股市场行情呢 走的还是比较强势的 一度突破了3000点 并且暂稳了3000点 最近几天呢 也一直呢,延续着上涨行情 市场呢 让很多人感觉到 牛市要来了 那么牛市真的要来了吗 A股这一轮上涨的根本逻辑是什么呢 那么作为A股市场呢 参与者 我们并不能呢 只从表面上呢 去看它是否上涨还是下跌了 后知后觉呢 没有意义 或者只看表象 你在后面的行情中 你又不能复制 之前的这种机会的把握 所以呢 看清上涨的根本逻辑 是我们作为股民呢 所必须要做的 那么本质逻辑呢 它是宏观分析师呢 所需要做的事情 那么宏观分析师 他究竟会怎么样去判断 行情是否到来 对吧 上涨还会继续呢 下面呢 团长呢 跟大家来做一下宏观分析方面的一些 科普 在马斯克的这个书 周期的序言中呢 翻译者呢 关于牛熊呢 有一段非常好的论述 他讲到呢 大牛市的三个阶段 第一部分呢 是呢 少数人看到基本面好转 股市小涨 部分人呢 看到基本面好转 股市中涨 所有人看到 基本面好转 股市大涨 反过来呢 就是熊市的三个阶段 与之呢 对应 从这三个阶段中呢 我们可以看出呢 股市的涨跌呢 是跟着企业盈利走的 基本面的好转呢 是推动市场行情的 最根本性的因素 无数的企业盈利呢 构成了宏观环境的这个好坏 那么在整个经济环境 好转的情况下呢 股市的上涨呢 是理所应当的 那我们如何去判断 我们所处于的这个经济环境呢 它在变好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东西 那么一般的宏观分析师 究竟会从哪里入手 去判断 基本面好转了 整个经济环境好转了呢 团长在这边呢 就要跟大家讲到一个 经济学的名词 叫库存周期 对库存周期的讨论呢 其实已经成为了近期 金融市场上宏观投资逻辑 关注的重点之一 很多 这个 职业型的 或者啊 专业型的这个 宏观经济的研究员呢 都认为呢 中国经济未来呢 将开启了 补库存进程 他们呢 将会成为经济 起稳回升的 主要动力之一 也就是 在库存周期中呢 进行的 补出库存的这个过程 那么下面呢 我们重点来讲讲 库存周期的这个 前因后果 首先呢 我们要讲 新的这个库存周期 建立这个逻辑的这个程序呢 首先呢 先理解 几个问题 首先呢 当前的库存呢 是否处于低位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要 要补 库存嘛 对吧 我们看一下 要补库存 只有库存在低位 才会补库存 对吧 如果现在库存是很高的 那只会去 想办法减库存 其次呢 库存在低位 就一定会补库存吗 对吧 这也是一个问题 低位 它就一定会补吗 股票在低位 就一定会涨吗 对吧 一样的道理 再一个道理 再一个问题就是呢 到底是库存低呢 决定了需求的变化 还是需求呢 决定了库存的走势呢 所以把这三个问题解决清楚呢 你也就能够明白 库存周期呢 对于 我们经济 基本面的这种 表现 首先呢 我们讲 第一个问题 当前的库存呢 是高还是低 从18年年末以来呢 企业库存增速呢 是时期下降了 从工业品产成品库存来看呢 产成品库存呢 同比增速 从18年下半年以来呢 持续下滑 同比增速从之前的近10%的持续回落 到目前呢 接近零增长的水平 我们可以看下方 工业产成品的这个 存货增速经济持续下降 已经到达了这个 0%的这个界限 到零周附近 同时呢 部分工业品 如钢铁啊 从高频数据来看呢 库存呢 也与历史上相比 处于较低的水平 钢铁呢 是大宗商品了 现在的库存呢 处于较低的水平 因此呢 从这些指标来看呢 目前的库存呢 处于较低的水平 这也成为了企业可能呢 开启新的库存周期的 主要证据之一 那么库存低嘛 那么企业呢 势必呢 需要扩大生产 去增加库存 那么一旦扩大生产 势必呢 会推动呢 当前的经济数据的好转 那么这个时候 经济数据好转了 反馈到企业层面呢 就是企业盈利增加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市场的这个 投资的这个情绪呢 就会好转 股市的上涨呢 也就理所应当 所以这个呢 是对库存低的这种解释 可能你从这个书面上 意思可能有点难理解 但简单的解释 就是库存低嘛 要扩大生产 那么恢复生产 增加生产 那么企业效益会变好 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那么我们刚刚讲了 库存的高低 在这边呢 我们要补充好一点 就是库存呢 有没有稳定的周期 两到三年的这个 基金周期呢 是库存周期的别称 这是以人民命名的 但是从事实上看呢 我们国内的这个数据来看啊 库存呢 并没有固定的周期 03年到08年呢 库存经历了 大致五年左右的上升期 而后呢 只经历了一年左右的 库存去化 然后再度进入了 库存回升周期 虽然呢 10年之后 库存相邻峰值之间的间隔呢 在三年左右 但也只经历了两三轮周期 所以呢 并不能确定的来说呢 库存呢 就存在三年左右的周期 也就是三年 从一个库存低谷 到库存回升 再从库存的回升呢 到库存低谷 那么之前呢 10年呢 是有三年的间隔的 但03年到08年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中国的库存周期呢 是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的 所以呢 我们并不能 客州求见 从时间上去判断 现在库存就属于低位 就跟很多人讲 牛市 是五年还是六年 还是七年来一次 这个也没有客观规律 可以去追寻 所以一定不要客州求见 周期周期 它是有 但是这个周期呢 并不稳定 当然了 我们刚刚讲了 虽然目前呢 库存呢 处于绝对水平的较低 但是低库存呢 并不意味着 库存一定要回补 对吧 现在产能低 库存低 就一定要回补吗 2000年呢 库存产成品存货呢 同比增数呢 也在目前的这个零增长左右 同时呢 库存呢 也处于低位 增长跟存货都处于低位 但这并不意味着 库存呢 会就此回升 从实际情况看的 库存回升呢 是从03年的需求改善开始 所以它跟需求相关了 所以并不是单纯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库存低 那么就一定会回补 如果没有需求 它生产出来 卖不掉呀 是吧 所以呢 这边呢 就跟需求呢 达成了关系 另外呢 库存的高低呢 一般是和过去相比 但在当前呢 我们并不确定 处于周期的什么位置 因此呢 判断未来库存 进一步下降 还是回升 需要依赖 其他指标 所以我们在库存周期冲呢 并不是 确定了目前呢 是低库存 是低库存 就一定 库存会回补 那么库存 回补呢 股价上涨 但是如果库存 继续下降呢 市场还会继续低 这边 依赖的其他指标 是什么呢 我们接着来看 相对来说呢 实际利率呢 是库存 投资较好的 这个领先指标 也就是利率 目前的实际利率 不管存货增速 还是库存周转天数 都不能作为 企业库存行为的 领先指标 最多呢 它是同步指标 所以呢 你无法通过 这两个指标 来前瞻性的预存呢 预判呢 库存周期能否起来 因为这个是 时刻发生的 它没有领先的效应 你只能后知后觉 但是呢 实际利率呢 是可以预判 库存周期能否开启的 这个领先指标 企业补库存资金的 机会成本呢 可以近似的认为呢 等于民营利率 也就是你企业嘛 需要去增加库存 那么你需要资金 很多企业要去银行贷款 那么银行贷款是有成本的 也就是这个成本呢 也就是利率 也就是实际的利率 对吧 你企业想扩大生产 那么这个利率高呢 还是低呢 对吧 这个决定了企业 去增加库存 这个时候的这个生产成本 你如果获得资金贵 对吧 你生产成本必然高 那么当企业呢 拿到资金去增加库存 那么之后呢 将存货以更高的价格卖出 获得收益呢 就是这段时间的通胀水平 也就是他的这个 获利的这个程度 一样呢 当需求起稳 并带动价格回升的时候呢 企业面临面临的这个实际利率下行 从而促使呢 企业补库 用票据直贴利率呢 减去PPI同比增速 衡量的这个成品存货价格变动 代表了企业面对的实际利率 我们可以看出实际利率 领先企业从货投资呢 一个系统左右 并且与存货投资呢 复相关 这是下面的这个图表 可能看这个书面 意思呢 大家比较难以理解 如果不是专业的 不是很明白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团长可以简单的 口语化解释一下 我们可以看上面这句话 当需求起稳 带动价格回升 也就是 生产的这个商品呢 需求来了 价格提高了 那么企业呢 去做这样的补库存动作呢 势必呢 会带动这个盈利的上升 那么这个时候呢 银行去放贷 他的利率必然是下行了 因为银行认定 你去扩大生产 这个时候呢 利率是增加的 风险是降低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实际利率是下降的 因为这是个 肯定挣钱的事情啊 市场急需啊 银行不可能是增加利率来带给你 所以这个时候呢 会降低利率 那么实际利率下降了 那么这个表明呢 就是 促使呢 这个企业去增加库存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认定了 库存周期呢 到底 将即将回升 否则呢 如果现在是低库存期 但是如果你认定 它还会继续下降 那说明呢 这个东西呢 市场并不短缺 是吧 大家都不急于去 急于生产 所以呢 当 出现相反方向的时候呢 也就是利率 正在下降 那么 同时呢 这个需求急稳 价格回升 那么企业呢 去生产的成本降低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先行的判断出呢 这个实际的库存呢 是处于低位的 即将反转 那么这个时候呢 投资机会就来了 所以这个呢 是通过实际利率呢 去判断 利率的下降呢 决定了这个 企业投资呢 这个不库存的上升 所以他们是 负相关的关系 那么在 民意利率变化呢 幅度有限的情况下呢 实际利率与库存 增速的负相关系呢 本质上反映的呢 是总需求 对库存的影响 工业部门呢 作为中间行业 终端需求 由基建投资啊 地产投资和出口来决定 经验数据上可以看到啊 基建投资 地产投资 和出口走势 决定了公平价格走势 进而决定了 实际利率变化的方向 既要决定了库存走势 所以从上述关系来看呢 是需求 决定了库存 不是库存决定需求 也就是市场需求决定了库存 这之后我们刚刚 在最开始 理清逻辑的第三个问题 是需求决定了库存 不是库存决定了需求 那么 这边呢 也讲了这个本质的实际利率呢 跟库存 负相关关系的本质 它是总需求 对库存的影响 因为 当需求增加的时候呢 库存呢 必然要回升 那么需求增加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利率呢 必然是下降 因为需求增加了 简单来讲 这东西供不应求 对吧 你生产出来肯定能卖得掉 那么谁都愿意借钱给你 对吧 谁都愿意去库存生产 这时候利率不可能高 这是那些 风险一些很大 赚钱能力不强的那些企业 他们的利率才高 所以呢 这个呢 是非常简单的解释 那么对于宏观基金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讲到了这边 基建投资 地产投资 出国走势 决定了工业品 价格的走势 所以呢 这个呢 是我们在 库存周期呢 回补的时候呢 看到具体的这个投资方向 他也决定了 对吧 基建 地产 出口 对吧 他对应的工业品的走势 他也讲起了一些投资的方向 我们在最后 会具体的来讲一下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呢 这个库存周期的整个环节 对吧 他是怎么来推动 怎么样影响 那么如何通力通过利率呢 去提前反馈库存 那么现在的我们的中国经济 处于什么情况呢 我们知道两会结束了 对吧 随着这个稳增长的这个政策的持续呢 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呢 在2020年初呢 开始集中发行 基建投资呢 将延续稳步回升的态势 同时呢 叠加呢 外部经济下行 减缓 终端需求起稳 叠加工艺品价格起稳回升 这将带动企业盈利改善 驱动了制造业投资回升 同时呢 我们也需要看到 在19年一季度的这个技术特征呢 是房地产投资比较高 但是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很低 这将从技术项一项推动呢 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回升 我们知道19年一季度的时候 其实A股有一波大行情呢 对吧 那一段时间大涨了一波 那一波呢 是通过对房地产的投资 带动了一波经济的回升 那么现在呢 从政策上来讲呢 是压制地产 对制造业啊 基建啊 就是一打不动的扶持 所以呢 未来一到两个季度呢 实体经济需求呢 在逐步的吸引过程中 同时呢 叠加我们刚刚看到了 库存呢 处于低位 工业品价格也将逐步 走出通缩 回到正增长区间 因为现在呢 已经到达0%了 已经不涨了 价格回升呢 带来实际利率回落 并推动企业呢 不库存 这个呢 是目前 这一轮A股上涨行情的本质原因 也就是我们最后这一句话 它是本质的原因 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逻辑呢 你要知道 对吧 钻向债也好 对吧 叠加库存 低位也好 对吧 基建投资也好 这些事情呢 会在明年一季度呢 这个大幅的 进行投入 也就是今年的一季度啊 我们进入2020年 所以这轮行情呢 至少要持续到 一季度 到时候呢 我们再看年报呀 一些经济数据方面的一些反馈 所以当你理解了这些呢 你才能 心里有底 去做一些投资 那么讲完这些呢 很多人说 你讲的这些都是宏观呀 是吧 你对应到 A股上面 我买什么股票呢 对吧 买什么对吧 是吧 买什么呢 对吧 到底买什么 其实也很简单呀 从我们看到了 制造业基建投资 对吧 首先呢 推动经济增长的 第一部分呢 那肯定是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要什么呢 对吧 钢铁水泥 必须要的吧 是吧 我们看水泥最近 股价有的股票涨很多 钢铁呢 其实最近也有异动 但是还在低位的 对吧 钢铁也在低位 我们刚刚也讲到了 出口的需求 那么对应出口需要什么 港口呀 对吧 港口现在也在低位呀 这些都是一个环节上面 所以当你明白这些呢 你要才知道 这些周期性板块 它为什么能涨 为什么这段时间它会涨 对吧 它是有本质的这个经济学逻辑的 不是简单的资金推动 那么对于基建 投资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工程设备的公司 我们看山一重工 对吧 你看到股价不断的创新高 对吧 中国重科 卖重卡的 大家去看看它的股价 是吧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投资机会呢 其实就在 字面之外 就看你怎么去理解 投资呢 是一件认知的事情 你理解到位了 你就赚到这个钱了 如果你并不理解 可能你也就看看而已 所以呢 那本杰克呢 是团长做了一场呢 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析课 他对股价呢 或者股市上涨呢 有一个非常本质的认识 当你理解完这个呢 为你以后判断行情是否到来 市场是否下跌 会有一个更为准确 或者更为有道理 有逻辑 对吧 更符合经济学逻辑的解释 那么以上呢是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关注豪股团 希望大家多多转发关注 团长的视频